美国你从它现在的 现在已经我们到现在为止 知道的死亡11个 那确诊的现在公布的 现在大概在知道的 各州统计大概160个 你回推回去之后呢 到早上我们算的时候 死亡率大概接近十分之一 你会说这死亡率超高的 那超高是不是 美国人比较容易死 不是 你说死亡率再回推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一定有很多确诊的 黑数是没有被找到的 你回推回去之后 你应该把这个确诊数再乘以十 才是基本上面跟这个死亡数差不多的 从上个礼拜上上流一直在讲 美国之前它对流感的防疫都这么糟 你怎么会对它的新冠肺炎的防疫 有信心呢 它今年疾管署CPC都告诉你 它2600万人感染 全台湾人都感染了 我们来回美国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 我们来回日本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 检疫越严格的我们限制越多 韩国验得很凶 我们就把它给限制了 意大利验得很凶 我们就把它给限制了 大陆验得很凶 我们就把它限制了 结果那些没有验的 美国现在更不要脸 它盖牌了 它跟韩国选举时候面对民调一样 就盖牌了 我不公布了 不公布了之后就没有吗 美国的疫情一定比你想当中严重很多 之前的怀疑 华人背了很多的黑黑锅 看到华人戴口罩打不戴口罩 莫名其妙 这个冠状病毒看起来从美国来的机会是最大的 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